他的对标人群 是超级有钱的人 你不要拿你每个月 五千一万的那种认知 去考虑那些高净值人群 他们对于珠宝类目的消费热气 翡翠套路深 水深 翡翠行业的这些坑 作为一个喜欢翡翠的人 你踩过多少 砍老铁啊 零成本啊 然后配货啊 你假乱真啊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你们要知道个事啊 包括现在直播不好做了 然后大家火起的新模式 包括回流号啊 健保号啊 这些都是营销模式 无所谓都是为了赚钱 但是这里边呢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接受的 有一些东西真的 说实话挺没底线的 忘了之后已经触犯到法律了 我首先给你们说一下砍老铁 很多人就问我了 说我看到一个直播间 然后呢一个主播 一个老铁来送货 一个主播跟他砍价 然后现场收货 现场卖 有真的不真的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家的头的直播间 老铁 基本上一天工资呢 就是200多块钱 现在稍微贵一点了啊 也高不了多少 都是自个的货 或者是同行的货拿过来 我们集中一个货盘 让我们去卖的 促使客户下手 或者粉丝下手 第二 一个主播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没有互动的话 他很容易冷场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了销售 为了赚钱 当然呢 这个老铁是不是货主呢 别人我不知道 就是我家啊 老铁肯定不是货主啊 所以说砍老铁这个事 我跟你们讲清楚了 你们资格想学 你们要说别人家怎么样 我不知道啊 我不管别人家事 那第二 有很多翡翠爱好者问我 包括我的粉丝问我 哪个哪个矿主出来拍视频了 那么兄弟们啊 我直播很多年了 包括拍视频也很多年了 有四五年了 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 或者是私底下 线上或者线下 评论过任何一个同行 或者评估过任何一个同行的东西 那我不知道 别人家事我不知道 但是我家团队有这种矿主号 因为我们所有的营销方式的变化 都是为了营销 为了引流 为了销售 那么有矿主号啊 也是人设是个矿主 有的是现场跑货的 哪个模式好 哪个引流效果好 然后我们去做哪一个 但是据我所知啊 真正的一个大矿主 出来拍视频的几率是比较小的 因为不犯鱼 然后第三 很多人问我 零成本和配货是什么样 然后他买的东西 是不是遭到零成本和配货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从来不评论别人家 你们注意一个事啊 零成本和配货 是这个行业一直存在的 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问题 就是一个商家 为了扩大利润 就是说经常采取的 这么一手段 这个手段什么叫配货呢 就是拿一很不好的料子 卖给你 其实切出来之后 根本就没法做货 或者是做的货根本就不行 这个时候怎么弄呢 会给你要一笔工费 然后拿你的工费 或者一丢丢的利润 去给你买一个成品 就说是你那个料子出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为了留住顾客 甚至现在很多小程序 是这样做的 看你比较有实力 比较有能买 你买一个50万的料子 切出来之后 可能连10万块钱的货都做不了 或者5万块钱的货都做不了 这个老板如果有魄力的话 知道你能买 很可能拿着60万去给你配货去 就配的价值 远远大于你买的这个料子的价值 为什么呀 为了把你套进来 因为你后边还会买 因为做货有个期间 然后你这个时间买买买买 那个利润就足以支撑 他前面资格先扔进去那部分钱了 这也是一种销售方法 或者是诈骗方法 然后是零成本 零成本就更扯淡了 从别人家借个料子 这个料子一看全熟的 一看就是四五百万的东西 但是把你拉到微信的小程序里边 给你发个链接 让你进到直播间里边 给你看这个料子 你一看最起码这四五百万的东西 好了主播跟你说了 大哥八十万拿走 好了你拿走了 你也看着切了 其实切的不是那个东西 然后八垮了 或者是你要做货的话 又给你配货了 我自个家 包括同行家 很多切出去的料子 真的都被很多人卖了好多次了 但是料子又给我们还回来了 完了之后 这部分属于高手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也属于诈骗 你们记录一个事 怎么去规避这种风险 一个料子从开到切盘货 到做货 整个过程要有记录的 而且要有三方记录的 而且要有时间验证的 如果里边少一点 都很可能有猫腻的 你们自个儿想好这个事 再者很多人问 就是非时 现在那些很多回流号和健保号 是怎么回事 别人的事情我不评论 我们团队也上了 为什么 因为回流号的话 引流效果还是不错的 盈利也不错 然后健保号最早 我是上了四个 然后后边 现在撤了三个 有一个还留着 为什么 因为健保号很得罪同行 完了之后 虽然也盈利 但是我不想去惹 那个麻烦 反正说我就撤了三个 但是有一个盈利还不错 我暂时先留着 然后回流号 不靠什么挣钱的 回流号是这样的 粉丝和顾客 不以你为商家的角度 是跟你交往的 他感觉就是说 你是在帮他变现 实实在在讲 哪有那么多可收的东西 哪有那么大资金量 什么东西都能收吗 当然了 有来问的 8 给一个地板价 你卖呢 我就减个便宜 不卖呢 显然我也有水平 又打压了同行 然后又拉拢了顾客 为什么 因为只要是过来的 都是准顾客 那么健保号 我不说别的 我只提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 那很多健保大师 全品类健保 我的妈呀 你要说你懂个翡翠 懂个这个 懂个那个 你一行斤也可以 你什么都见 大哥您这是大师 完了之后 可能我水平不到 我理解不了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 就是说翡翠 翡翠不管是改口 还是成品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特性 你在南方温度较高 或者海拔较高的地方 你去现货看这个东西 和在北方温度较低 海拔较低地方 看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 它的总和水能差三分 你看出来的价格都不一样 不同的光线下 你看出来价格都不一样 我就请问 通过一个视频 一个照片 或者有的人更牛逼 通过那种已经大量美颜 拉了效果 拉了饱和度的视频照片 能够评估一个价格和真假 我办不到 真牛逼 因为什么呢 你给我现货的话 我在南方看 或者在北方看的话 一个翡翠 价格都一个贴上一个地下 因为什么 它可能差三分水 这个同行只要做翡翠的 应该都知道 都不是一个样的价 那我就不明白了 通过一个视频 一个照片 然后是怎么看的 哪怕是视频连线 那你们要知道 安卓的手机是自带美颜的 然后苹果的手机 像素压缩 它看着效果又不好 又发挥 所以说价格也看不对 只能是大概 所以说它价格也看不对 再者了 你说我直播 包括做短视频这么多年了 我从来不在线上 或者线下 公开或者私底下 评论过任何同行 或评论任何同行的东西 也不估价 为什么呀 因为我知道 这个东西 你给我个视频 或者给我个图片 我没那水平 然后出来那么多 高水平的大师 真的这个行业进步了 要么就是飞吃太二了 脑袋瓜子不后屎 后边我要去好好学习了 然后近几年的翡翠行业 就是个绞肉机 因为直播的兴起之后 很多很多人参与到这个行业里来 大家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去赚钱 然后今年钱不好赚了 为什么 因为直播流量不好了 然后顾客 也不是以前的小白顾客了 现在顾客多少都懂一点了 跟三四年前 跟五六年前 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你会发现直播推货率也高了 然后一般的马鬼料 你也卖不动了 然后后边何去何从 很多同行有时候跟我讨论 那后边还怎么赚钱 翡翠行业何取何从 兄弟们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见解 前段时间我发了一视频 我说翡翠要掉价了 然后很多同行就不乐意 深的给我打电话过来 翡翠你怎么能说翡翠掉价呢 哥们 他实实在在就已经在掉了 他无所谓 比其他类目的东西 掉的稍微慢一点 但是他也在掉 为什么呀 你翡翠是珠宝类目的 其中的一项 而且你不属于硬通品 不属于必需品 对吧 那么名车名表 今年都崩了 流通性都降低了 那翡翠一枝不锈 你感觉可能吗 他不可能 但是翡翠现在价格 相比与其他的 的确掉的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三年疫情 真正了解翡翠行业的 应该知道 缅甸大的矿主 根本就没有开发 出产的东西比较少 那么再者 疫情结束了之后 那现在又在打仗 他出的东西还是比较少 运输也不方便 所以说这个东西 导致价格现在 还没有下的特别厉害 但是会下吗 会下的 因为流动性不行了 奢侈品什么决定 它的价值 流通性 流通性越高 它的价值越高 如果流通性降低了 它的价格肯定会下来了 那是不是翡翠 所有的东西都会下 很客观的讲 摸着良心讲 普通的东西 百分之百会掉 而且会掉的比较狠 但是好东西 还会涨的 很多人又说了 你作为一个商家 又自卖自夸了 你现在是不卖低端货了 不卖中端货了 你又要卖高货了 所以说你夸高货 高货还要涨 你对我不跟你讲 我只说我个人观点 翡翠的好东西 第一它具备稀缺性 优质资产的第一要素 就是具备极具的稀缺性 翡翠是绝对具备稀缺性的 而且是表和车 等等没法比的 第二 高端的翡翠 具备稀缺性和唯一性 对吧 而且它的对标人群 是超级有钱的人 高净值人群 你不要拿你每个月 五千一万的那种认知 去考虑那些高净值人群 他们对于珠宝类目的消费热情 第三 东西具备稀缺性之后 它是卖方市场 它不是买方市场 全中国就我这一件 我就开个价 你爱要不要 好吧 然后它不是可以量化的通品 如果是通货的话 它在市场上有个对比的标底 然后它有一个市场获得一个价值 那么高货的话 可能大家伙 我们是这样评估的 我之前买过或者卖过 一样类似的某样东西 是多少钱 可能我就评估 这样东西值多少钱 但是高货 请问你怎么给我对比 你怎么样评估 所以说好东西后边肯定还会涨的 因为中国永远都不缺有钱人 只不过你看看你的销售全层和目标全层 对不对 好了 这期废话有点多 然后呢 我说的所有的东西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它不一定对 然后大家伙 人者见人知者见智 然后交流 交流我就说我的意见 哪怕是不对 我也说出来 如果不对的地方 恳请包容原谅 因为我是飞驰 别人都喊我二货 老家山东自博 然后语言粗俗呢 如果有冒犯 再次恳请多包容 飞驰出屏的必定精品喜欢飞驰的双击加关注 爱你们